今年是貝多芬誕生250年 不然因為武漢危險的關係 相關的時代已經跟外島 大部分是都出銷了 不然台灣的健康資料還算不錯 大體驗家 張震傑就特別借由 貝多芬誕生250年的這個機會 12月20日要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來寄行演奏會 到這段的演奏很多好聽的世界面積 歡迎我們的面積到劉冠上 大體驗家 張震傑在一陣之後 修讀古版紀念 貝多芬 250歲演奏會 將在12月20日 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演奏聽歌行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葉哲三 立前邀請大家來聽 一段我們在演奏會 各個城市大家都在準備 今年為他做的一些紀念的活動 不管是展覽或是音樂會 那其實在台南也有一些 展覽跟音樂會的規劃 但是因為遇到疫情 所以全球幾乎相關的紀念活動 都停了 那台灣的疫情的控制 控制得非常的好 所以真的是讓貝多芬的這些紀念音樂會 還得以在台灣來做表演 張震傑表示 我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不要有壓力 可以來聽一場貝多芬的音樂會 那更重要的是 這場票 這場音樂會的票 只剩下一些而已 當然是嘛 跟牛肉湯一樣嘛對不對 要用搶的 所以請大家務必趕快去買票 我更高興的是能來台南 台南市文化中心表時 這場音樂會 將演奏世界名吉 名文、學長丁 最少的樂器 來紀念 北斗芬對著 他們樂丁面的貢獻 記者陳家森 東區蔡宏博德 大家好 谢谢观看